我老公也是 壓力很大一陣子 他說如果你要離婚的話 今天就算很一樣 我也跟你一樣很多不好秀 可是你把我拉下水的時候 我能怎麼辦 那你要把我拉成就是 你拉我 那我大概就毀了 把我的心整個毀掉 李愛琪賠2000萬賣房不動 老公脫口離婚 把我的心毀掉 你有算過賠的金額嗎 我們賠大概快2000多萬吧 房子也賣掉了 房子也賣掉了 對對對 完全改變 我們沒有賺任何禮包錢 因為疫情關係 李愛琪跟美籍老公Duke經營的健身房 去年初宣布停業 夫妻兩賣房解決賄損的2000多萬 目前是就是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重新在 那我覺得就先暫時先休息 對對對 然後任我一面 你就差點要流到街頭之類的嗎 也不是 就是我們真的就是很 就完全走路到 地下室的谷底 第18樓 其實大房子也蠻難賣的 然後就在那個時候 就剛好有滿足 買像我們的那樣子 你們那時候做這個決定 應該是忍痛嗎 就是我們結婚的時候 買的房子啊 就好像跟我求婚的時候買的房子 那很有意義這樣子 對就是他回來 然後就買給我們全家人一起住啊 我在那邊就是結婚 然後生子 你的人生都在那裡度過 都說浪漫Duke帶你找到 屬於你的浪漫 但是老公Duke壓力太大 竟然脫口離婚 我老公也是 壓力很大一陣子 對 所以她的心情也不好啊 是 對啊 那心情不好就 老公就遭殃了 這樣子 他說如果你要離婚的話 今天當然很一樣 這一個不好的時候 當然就是沒事 可能就會覺得說 哦 你就去吧 他會想說不要拖累你 可是講話又不好聽你 我覺得對 然後要聽話又要故意這樣子 對 但異竟應該很生氣啊 對 在這個時候我們要 夫妻要共體時間 你應該要把我拉下水啊 我也跟你一樣不好受 可是你把我拉下水的時候 我能怎麼辦 我很堅強對不對 對 我需要很堅強的心 我才可以跟你一起度過 這樣的難關吧 那你要把我拉成 就是 給了我 那我大概就毀了 那把我的心毀掉 我說你這也不要講這個離婚兩次 因為我沒有人想要離婚 第一 第二 我覺得這個時間 講這個實在很不適當 還沒有把事情解決掉 我不知道其他女生是什麼 但是我一開始說 我要離婚的時候 是真的我要離婚的 所以我都千萬不要拿這種事來開玩笑 那我講很多我講 我後來就比較少了 他就會 我覺得就是夫妻 我就學到說 是不是要講 要勾頭 因為我以前我也不會多操 我覺得自己生悶氣 那我真的是忍無可忍 把我逼到極點 你看我的個性變這樣 太委屈